GOOD MORNING 欢迎收看爱丽莎的陈坚克新闻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 投资人最爱的无党AI股型头号 在AI制服器上升的趋势周 高盛证券点名的由广达技嘉为引 他们为最主要的受惠对象 他们的营收来自AI制服器的贡献程度较高 光是今年就介于7%到27%之间 华硕因为电竞PC的营运攀高 加上扩张AI领域发展 为创者因为AI制服器带动GPU基板业务的发展 同步获得青睐 高盛针对下游硬体启动产业指出 主要是看到来自两大产品的出货潜力 第一,PC市场出货量 2024年渴望复苏 缴出年增6%的佳机 第二,AI制服器 2024与2025年的出货量 上看50万台与70万台 今天的课新闻 直到这边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,拜拜! 哦,烦死!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?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、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,让你赚集第二份薪水 完成!